在10月15号举行的编队防空演练中 俄东部军区的苏30SM动用土战斗机 和太平洋舰队航空兵的直升机扮演蓝军 从不同方向不同高度快速接近中方舰艇 而中方舰艇编队事先并不知道空中战机的突袭时机 方位和路线 演练完全是在背靠背的实战化条件下展开 面对来势汹汹的敌机 南昌舰编队迅速摆出对空防御阵型 编织起了严密的防空网 成功抗击多批次空中目标 南昌舰副对空作战长周华清介绍说 055型舰区域防空能力比较强 担负大范围的防空任务 像一些其他的舰艇 比如护卫舰中进程的防御能力比较强 和南昌舰形成梯次配合 火力有所搭配 优化了防空体系 据介绍南昌舰编队在这次演习中 采用了松散的防空作战阵型 各舰兼具较大 南昌舰舰长周明辉对此解释道 这样做的目的是 实现舰艇更广域的分布 依托预警探测能力和信息共享能力 整个编队就会具备更强大的 对所属海区的预警探测和防御打击能力 现代海上防空作战 舰载雷达能否提前准确发现来袭目标 直接关系作战成败 南昌舰作为我国首款第四代驱逐舰 安装了四面被誉为中华神盾的 大尺寸相控阵天线 在探测距离 多目标跟踪 抗干扰能力上处于国际领先水平 此外 南昌舰没有传统舰艇凌乱的天线和雷达 而是通过先进的一体化综合围杆 和综合射频管理技术 将搜索雷达 火控雷达 通信天线整合到了一起 具备高度融合的信息获取和处理能力 最大限度避免了因电磁兼容问题导致的防空作战失利